《貴士宰》 《貴公》說 《先手師》《四小報》舉言 《更高》一些 《為政》有名聲言順 《為政》有名聲言順 《為政》有能讀書 讀書要能夠信任 《一步一步以此生作息》 《寶寶》要做的 不可以一出負責 好了 現在呢 我們現在說了十五句 十五句 定公民 一言而可以興邦 有書 《寶寺對若》 依然不可以若是 其不其也 人之言若 為君難為神不義 而之為君之難也 不幾乎一言而興邦 那這裏呢 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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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啊 那裏呢 有人說 一言而興邦 有沒有什麼事呢 那裏呢 一言而喪邦 有諸 有沒有什麼事呢 是否真的有 一言而興邦 有一些一句說話 能夠令一個國家 能夠興盛 一句說話 能夠令國家 能夠衰落 是否有什麼事呢 那孔子 那孔子 他這樣 對孔子 一言而興邦 有諸 有沒有什麼事呢 有沒有什麼事呢 一句說話 這麼重要 能夠令到一個國家 興旺呢 那孔子 對孔子 說 焉不可以若是其機也 他說 說話呢 不是說得那麼緊要的 那麼實在的 不時 莫是其機也 沒有那麼實在的 沒有那麼重要的 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 決定的 不過這樣 有些人這樣說 人之言若 可以 他有句說話 說 有人說 為君難 為神不義 做君的 做領導的 其實很難的 為神不義 你做一個臣子 也都不容易 這句說話呢 孔子說 這句說話 給老敬公你去參考 然後他說 愚之為君之難也 不幾乎一義 而興邦苦 孔子說 有什麼一句說話 能夠令到國家興旺的 這句說話 會的 差不多 這句說話 是說 為君難 為神不義 孔子和老敬公說 是說上面一句 為君難 最後一句 如果老敬公你知道 為君難的 不幾乎一人 也而興邦苦 如果你能夠知道 你真真正正 你保住這句說話 你就可以令到國家興旺 這句說話 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這句說話 其實可以這樣說 就是說 如果你做一個領導人 你要知道 你的責任重大 要做到戰戰兢兢 如流深淵 如理薄兵 你能夠有這個心懷 國家就會興旺 就因為 你做國家領導人 你知道這件事很難 你一定要盡心盡力地去做 這樣 你能夠有這個心懷 自然 國家會興旺 違君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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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麼難發呢 說實話 做個領導 我們都應該做個領導 你知道 其實真的不容易 你要有個個好多一件事 如果我們在論語來說 如何違君難發呢 我們可以看遙約第20 在那裡從遙曰第二十 我們可以體會到 古人對維軍的要求 一開始幾句 遙曰知以信 天之力素在義工 運執其中 四海困窮 龍天錄永終 信熱以命月 我們跳出來講一講這句 這句講一講 我們知道以往遙信與 遙遙就傳位 遙信就傳位給大禹 大家知道這幾位都是 當時上古的聖人 那聖人他們怎樣去 做這個 做這個 天子做這個王的話 那這裡你看到 第一句就是 遙遙這句就是 遙傳位給阿遞信 遙信就是他們是善樣的 遙傳位給阿遞信的時候 那時候他就 教了這句說話給阿遞信 他說 知 聽著啊 遙信 遙就是你 阿遞聽著 天之力數 在義工 現在老天爺 那個命運 對我們 老天爺的命運 天之力數 那個數 在你身上 在義工 義就是你 公就是身體 公、公、公、公 現在整個天命在你身上 你要小心 遙執其中 你一定要 其實這句說話 遙執其中 就不是那麼簡單 簡單的說 遙執其中 你一定要 是非常之公正 以忠道 你一定要用忠勇之道 極高明之道忠勇 忠勇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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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高明的 一個道德的道理 去經營這個天下 如果你做得不好 四海困窮天鹿永蹤 如果你做得不好 你會做到四海困窮 整個老百姓 都非常之困擾 非常之無路走 窮不是沒有錢 窮是無路可走 越窮 窮途活路 窮途活路 窮途活路不是沒有錢 窮就是無路走 大家都沒有這樣 怎麼做都不行 如果做到這樣 四海困窮 大家都非常之困擾 沒有正路可走的 天鹿永蹤人 現在上天給你這個職位 這個榮譽 這個錄 給了你 自然沒有了 那你會不會沒有了 那就是 警告 和祭祥說 你一定要非常之謹慎 用中道而行 尹執其中 其實就是 還有更深的意義 不過 將來我們說到 預約十二十 我再去發揮 信亦以命於 阿弟信也都用同一句說話 傳為給阿大宇的時候 又是說回同一句話 當時這種 當時古代的聖人 他們傳為 現在有些機會 你現在接了這個天命 你知道 古代覺得 你能夠做一個領導 尤其是做天子 但是它是一個天命 由天 給這個命令給你 這個天是看不到 看不到 但是真真正正 有這個信念在做的 那麼 天子力造作也都給了這個職位給你 現在你做這個天子 阿信不是我給你的 而是我執行天的做的命 給你 我當天子的時候 我當天皇的時候 我都是在執行天的命 現在我這裡傳給你 是天傳給你 不是我傳給你 我就是一個陪戒 你一定要運執其中 做得很忠正 信也要命 信死有瑜 也是這樣 我發 跟著這個 若領 跟著 這個就是第二 這個就是 恩雙 這個就是跟著的說話 就是 雙朝 雙朝 就是 雙朝的時候 下雙周 就是瑜 之後 完了之後 就是 雙朝 雙朝 來講 恩湯 就是湯 湯就是去 成立了雙朝 但是當時 夏傑 夏朝的最美的軍主 不好 夏傑不好 雙湯就推翻了他 成立了雙朝 雙朝 恩湯 去成立雙朝 他怎樣 他就去上天說 如少子你 我啊 你就是 雙湯 我 你是天的大 我是小嬌四的 那 用元某 我用一隻 黑色的公牛 來做祭祀 跟你祭祀 那 超過於 黃皇后帝 啊 黃皇后帝 後 你不要以為 是女士 後耳皇 黃皇后帝 是樓氏 來的 那 我現在來 用這個 我現在祭祀 最高的 最高的 隔壁 用一隻很純正的 黑色的 公牛 而來去祭祀 你 那我和你上天的品告 我現在會打算怎樣做 啊 我現在知道我現在做了天子了 有罪不敢捨 帝神不減 帝在 帝心 啊 如果有 如果有人是犯罪的 我就不會去 赦免他 不可以助長 那些人去做犯罪 啊 帝神不減 帝心 如果 如果有一些 我們那些神子 啊 帝神 那我那些神子 其實是你那些神子 我代仙言明 啊 如果他們做得不對的 我 我會知道的 我要看得清清楚楚 我不可以 馬虎的 但是呢 浸風有罪 無以萬方 如果我有做 做錯事啊 你不要懲罰那些老百姓啊 啊 他們不關他事的 是我 我錯懲罰我算了 萬方 有罪 罪在浸風 但是如果老百姓有罪啊 是我錯啊 你懲罰我啦 這些 這些 就是以往的 天子 就是最高的領導人 他們的 去做領導的兇懷 那這個 你的兇懷 也可以用這句說話 去解釋 孔子說 唯君難 你做君主 不容易的 唯君難 我們以經解經 而論語解 而論語公 你就知道 哦 女國政公 一言而可以輕幫 有諸 孔子說 不是那麼簡單的 是不是 但是有句說話 唯君難 唯神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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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不跟你說 你是君 你要知道你的位 不容易做啊 你要能夠知道 你能夠這樣 你就戰戰兢兢 如臨心淵 如理國 你能夠逼 這樣治愈 國家的希望 唯君難 所以孔子跟她說 孔子說 有否一言輕幫 孔子很軟軟 有 那句說話叫做 你要知道 你的位置不能容易做 所以就麻煩你 好好地做 接著 老政公就問 定谷約 後來那個計劃問題 一言而喪光有諸 喂 有沒有一句說話 可以令到國家去死亡 去滅亡 有沒有這個說話 一句說話 可以令興旺 有沒有一句說話 可以令到國家滅亡 孔子 最入口之後 就這樣說 言不許若是其機也 不是那麼簡單 那句說話 這句說話 不是那麼簡單 不是那麼勇氣 不過這樣 人之言若 不過 有人 現在 有一句說話 是這麼說的 那句說話是什麼呢 愚無樂父為君 啊 唯無言而莫語為也 有人這樣說 哎呀 我呢 愚 我啊 無樂父為君 我沒有什麼是 令到我現在做君王 沒有什麼令我快樂的 只有一件事 就是我覺得很快樂的 那樣是什麼 唯無言而莫語為也 啊 真是很開心的 做君王 唯無言而莫語為也 沒有人敢違背我 啊 我講的東西 個個都聽的 啊 這件事就令我真的很高興的 啊 愚無樂父為君 我不是真的很想做君王 不過就是真的喜歡的 為什麼呢 我講的東西 人家個個都聽我說 沒有人反對我的 個個都聽我說 同時說 與其善而莫語為也 不亦善乎 啊 對啊 當時說 是啊 你做了這個位 個個都聽你說的 不敢反對你的 不敢批評你的 但是如果你做好的 而沒有人去違背你 那就很好 個個都跟著你 好嘛 如不是 而莫語為也 不機乎一而 而喪光乎 但是要彎上頭 如果你做的事是不好的 而每個人都不敢違背你 是不是你這個說話 就可以令到國家去滅亡 依然其實孔子就跟阿 孔子呀 跟阿奴定公問 有沒有什麼可以令到一個國家興旺的 有沒有什麼可以令到一個國家滅亡的 多個血圈其實就說 有 在哪裏 在你自己身上 如果你自己知道 遺均嵐這件事 自賤然 國家會興旺你 如果你知道 老闆 我自己有這個權力 那麼 每個人都聽我說的 你能夠用這樣的地位權力 走線 每個人都聽你說 跟著走線 自賤然就好 但是 如果你有這個位 而你不是走線 你走奧的 每個人都跟著你走奧 國金融滅亡 所以如果一句說話 我們知道 現在這個老定公 老定公 其實就是 前一輩 貴康子的時候 應該已經很哀公了 也是 貴媛子的兒子 他問正雄子 他說 怎麽為正 他說 正者 正也 只屬於正 屬感不正 就是這句說話一樣 為正 很簡單 正就是正 正就是正 正 整個正字都是一個 只屬於正 屬感不正 因為你現在 你現在 為正很簡單 你自己自身 做得你殘症的 每個人 為什麽都不做正 因為為什麽 為君而莫 為然而 而莫如為也 你做得那個位 那時候 那些人都聽你的話 跟著第三句 第十九句 為康子問正 孔子 若以殺無動 以罩有到何愈 喂 我為正 我把不好的人殺出去 那便好嗎 總之說 只為正 要殺 就為正 不用殺的 他說 日神不用殺 只欲善而民善 你自己想去做好的 人民自然想去做好 君子之得風 人之得草 草上之風 君子 這就是君子 在高位之人 這就是君子 在論語裏面 君子也只是說 在位之人 這些貴族 大夫 那些君子 平母 普通老婆 佛阿姓 叫做小人 以後 君子 有道德的人 叫君子 沒有道德的人 叫小人 君子得風 你做在高位的人 如果你的德 你的德 好像風 普通小百姓的人 德好像草 你的風一吹 草就彎下去了 那些草 會跟著你的風向 左搖右擺 所以 你現在做君子 你就有能力 去影響你的 那些老百姓 如果你影響那些老百姓 用德去影響那些老百姓 自然而就好 所以 柳定公民 一言可以興邦有諸 一言可以爽邦有諸 孔子 其實他兩個都圈 他回頭就說 在你身上 你不要說什麼 其實就在你身上 他跟阿輝康子說話 他跟他說話 其實窮出一切 只不過是一圈 有什麼言 沒有這麼簡單 那來聽聽這句 一句他就說 唯君難 唯實不義 唯君難這句 就可以輕邦難行 唯君難 有什麼可以喪邦 有什麼 唯而莫如為也 這句話 你這麼開心 大家如果做個領導 真是有事 其實是很恐怖的 你越高位的人 你越受尊敬 你說話從來沒有人敢去反駁你 這個你不知是好事 真是很恐怖的 你真是一做錯 真是帶一整個人一起做錯 所以你要知道這些事 你就知道能夠 而真是很威風 真是一言九六 現在都不知明白 老闆老闆老闆 最不知名神父親 都遇見他 所以在古代 非常非常之 注重 有間 有間官 間官是做什麼 他工作就是要 同一個天子 要去反對的 以往就沒有反對黨 沒有反對黨的事情 不要緊,我把你弄出來,你就要專門把我弄出來 我做得不對的你就要勸奸我 你不奸我,他說他知道 沒有辦法,他自己能夠改過 所以這個說話,以往好的君王 一定能夠立奸的 就是好的君王 有名的,譬如唐太宗 唐太宗很有名 尤其是有個大臣魏晶 魏晶是專門跟台庭的 但是他非常是魏晶 他很怕魏晶 魏晶,他自己就喜歡玩雀鳥 玩雀鳥,看到魏晶來 當時就收起他 那魏晶說,魏晶說 要做天子玩什麼 所以魏晶知道我 故意跟他聊天 是出不走 他也不走 他穿了,焗死了 焗死了 他又不怕穿得火 於是便回到他口供 嘻嘻嘻嘻嘻 這樣 他沒有殺之前 因為我要殺了這個人 他明明知道 他又知道我穿著 他故意的 我又不能出聲 他又不去 他又不去 我要殺了他 幸好他讀了王學 看到皇帝 皇帝有什麼事 我要殺了他 他問 為什麼 因為他這樣勸給我 不行 皇帝 立刻回家 走公 全都回來了 恭喜你 皇帝 皇帝 什麼事 你有這麼好的大神 你還沒殺他 大家一定很好 好啦 這些故事 很多很多這些故事 也有個故事 在春秋時期 不記得是誰 來時我們講 詩經會再說 有個 好像是 衛國的軍王 他發覺他不喜歡 聽人家說 勸奸他的 哪個勸奸 我都不喜歡聽 但是 那些 有個大神 跟他說 喂 王爺 王爺 現在不好 現在有很多人 覺得你 覺得你 在街上 都進去 大家互相 在說 你做的不好的事 蛤 有這種事 不要緊 我找些人去 下令 誰敢 去講壞話 殺無赦 於是 發覺之後 命令出來之後 他在街上都靜了 在街上 沒有人覺得 都是在說話 於是他很高興 於是 跟班哥說 來啦 我搞定了 沒有人 批評我 沒事 三年之後 他被人殺了 被人撞亂 把他放了 殺了他 這些是很出名的 例子 所以就說 我們知道 做一個君王 首先他自己要知道 非常之神衆 天之力素在子宮 他要感覺到 現在我是天命所在 人看不到 天看到 所以我就不可以 所以我們要神讀 神讀 就是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都要很好 普通一個老百姓 都要神讀 做君王 更加要做神讀 要知道 為君難 還有 千萬不要說 莫如為君 最高興 因為為誤義 而莫如為華 這件事是很恐怖的 為何你這麼高興 想做領導 因為我說的 沒有人敢違背我 這實際上 沒有人敢違背我 所以說 這件事 真是雙人劍 你如果真的做得好 沒問題 就大舉 一做得不好 整個國家 各國都會去滅亡 到尾 依然是說話 在說自己的道 所以 為政之道 到尾 為人 由己 又為負債 這個就是 你為政也好 你自己做的修行也好 這個也是在眼淵第十二的 第一句 我們當時說 還面問人 眼淵問孔子 為人的話 只要 黑己為服你 為人 為人 人呢 就是黑己 就是 黑制你自己的慾望 復禮 復禮 回復禮 你能夠做到呢 就是這個人了 一天黑見復禮 天下歸人矣 然後 為人由己 而由人負債 你想做人 是誰來 靠誰 靠你自己 與外面人 沒有關係 所以 耐性愛王 其實是一件事 一件事的兩面 對自己 我們叫做耐性 對人 是叫做愛王 但是 都是處世的一個基礎 所以這句 整句說話 他說 做君王 你要自己好好的警惕自己 還有 要立間千萬不要 就是說 因為很多人 講義過分 都聽你 歌頌你 這件事 如果你做得好的 沒有所謂 做得不好的 會連國家滅亡 這個就是 所以一言堂的時候 一言堂的時候 通常這個組織 這個國家 不會輕亡 所以一定要能夠 一個團體 一個國家 一個部門 一個公司 如果是輕亡的 一定是要能夠 讓人家 讓老百姓 能夠表達他的意見 而如果能夠接受批評 當然這個是一定要有一個限度 你亂批評就不行的 但是如果真的 真正正正念 都不可以壓迫著 這些老百姓 讓他們不准抗議 這樣來講 遲早會爆發 等於你的氣壓高 就爆了 所以真正要能夠 一個中庸之道 極高明度中庸的情況下 又要能夠給老百姓 去表達老百姓的意見 君王做領導也 雖然能夠接納意見 但是也不能夠過分 說到完全沒有制 沒有指徑 沒有標準的 沒有準則的 亂說也不能夠 所以一定要拿到一個 平衡中庸之道 這個也就是為正之道 所以這也是為了 所有東西在自己的地方 但是一定要去 中國人最高明的 極高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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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高明最高明的 最高明的地 Χ 這句話是中庸之道 這句話只有中華說出來 極高明而道中庸,中庸裏面的詳詞 尊德性而道文學,極高明而道中庸 這個能夠處於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也說在《遙約》第20節 尹執其中,這個中字 我們稱為中國用的中字非常有意思 很多人說中字是在天下的最中間 這些解釋不能說是錯的 但這解釋是西方的思想 西方人覺得地球在前面的主教中間 但真真正正我們說中國的就是 我們能夠在一個行中庸之道 顯下最高明道的一個民族 這個中字是我們一個非常深的一個詞 所以中醫,你以為中醫就是中國的醫生 真的中醫不是,中醫是一個能夠幫助你的人 走回你的身體,走回中庸之道的一個醫生 中醫其實中字不只是地域這麼簡單 所以這個中字是,可以這麼說 中國字有幾個字是非常非常深的 中國字有幾個字,好深好深 這個字好深好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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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才會有天地之分 一畫二分天地,才有天地,才有陰陽 因此有陰陽炎之後 陰陽炎之後,陰陽炎之後 兩兒就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炎之後 千變萬化出來 這個同行都是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物 這個一字,這個道字 這個天字,這個人字 這些全部都是中國字裡面極深的字 看起來,我自己很知識 但是其實,如果看起來 心想起來,心度不得了 不然就扯軟了 有機會解一下,給我們聽嗎 好像認了 好像說了一點 我喜歡了 一字好深好深的 現在看現在的字典 真的慘不忍倒 一字是什麼 數字中最少 搞錯 一字最低最低最低的 一字最深最深的 一字就是 天地的成長 都是靠這個一的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物 道是無形無象的 當你變成有形有象的時候 就從一開始 一言之後才會變二 二是什麼?二就是天地 二生三三 代表是天地人 然後三生萬物 有天地人再生萬物 我們中國人的思想 跟西方說有一個神 有一個天主 他創造萬物 第一天就創造光 第二天就是創造時間 他就不知道會有創造時間 第二天他就不明白 不算了 這個不是黑龍 中價值的東西 有當時不用做道理的 不用挪濕的 這個可以的 這個可以 中國人以前沒有星期日放假 中國人以前沒有星期日放假 現在是接上西方的觀念 水星日放假 為什麼? 因為神創造萬物 做了六日 他都陪了 他都要休息 我們就休息了 就是這樣的意思 西方從這些信仰 你可以叫神話的信仰 但中國人說 天地萬物是哪裡來的? 從一來的 從一來的 從道來的 從一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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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極,生兩兒,生兩兒,生兩兒,兩兒就有乾坤,兩兒生四象四象八八八八,於是變了八六四象八六四象八六四象,所有中國傳統文化根源就在那裡了 從這個開始 所以這些,天這個清字,要解釋清字,天啊,這點解好,太多太多的演義,不過這個,如果再這樣講,我們能與比方,可笑一點,總之以後你知道中國字是非常非常有心的意義,你不要以為這些字你會懂,每一個字都不知道 你看看現在很多東西,現在字典呢,真是,殘本人都完全,中國文化是不實在 那道教是,那水龍不夠了,不夠了,所以,如果真的看字典,真是可以看的呢,真正正經理上,放在字典,放在字典就真的,現在 如果你真的想最最受傷害的呢,就難看,很多人看不明白的,就是看世民解釋 這些是真正的,真正的,可以學中國字的基本工具 現在的很多字典,普通日常應用得的你想學文化,難啊 有時候真正的,有時候真的不要相信他,好,繼續不要批評 好,第四個句,接著就是,涉公民政,只約近者月,遠者來 歷史來講,涉是甚麼呢,涉是一個地方,就是在楚國的東北面,接近地, 後來呢,在楚國呢,就佔領了這個地方,這個地方,這個地方 不要讀業,是讀涉,這個地方不要讀涉,涉公民政 涉公呢,就是孔子呢,周陽烈國的過程裡面,曾經他就在陳蔡之間絕糧 被人圍住了,那他呢,就是派了孔子去楚國求救,然後楚昭公就派了人去救了孔子 然後想請孔子去楚國做了官的,在過程中,就去經過這個涉的地方 那他去涉的地方,涉公民政,那些涉公呢,涉公就問孔子又去問他,文政 啊,為政之道是甚麼呢,你看到整篇,整篇,指路第十三呢,最大部分都說文政,文政 怎樣做一個領導,指入近者月,遠者來,這句說話,緊要來,近者月,遠者來 很簡單的一句說話,文政之道,在你旁邊的,在你自己的經濟附近,在你附近的人 越好開心,高高興興,而遠者來,於是乎呢,遠,不在你,跟你離開很遠的那些人呢,他很願意來歸順你,來你那裡 這句說話,近者月,遠者來,很簡單的一句說話 但是這個說話,亦都影響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國歷史二千多年 直到現在,今時今日,都還在影響著我們中國的國策文化 就是說我們近者月,遠者來,這句也都可以這樣說,是孔子提出來的 目倫,目倫,目倫的概念 跟我們旁邊人,和睸相處 和我們旁邊人,和睸相處 和我們旁邊人,和睸相處,目倫召的概念 這個概念就是,總之我們要做為政的,我們要做到,無論是我們近的,遠的人都會覺得我們做的事是對的 願意來歸順我們,不需要用什麼軍事力量去打人 所以在中國傳統歷史來說,基本上我們沒有去侵略其他的地方 反而我們覺得要跟其他的國家,其他的民族和睦相處,和為貴,這個設計都是論語裏面的和為貴 這句話看起來很簡單,真真正正影響了我們的文化,影響了歷史 所以中國人,我們從來有被人去侵佔,有被人去打我們 也都淪陷過的,在元朝被外族去侵佔了,淪陷過 但是一百年不夠,就回頭了 清朝的滿族的人進來,二百六十年之後,也都回復了 而我們竟然將清朝的那些滿清人,同化給他,漢化給他 他們的哥哥,康熙,雍正,乾隆,他們讀古書 多於我們不知多少部員,他們更融化了他 但我們來說,我們從來沒有真真正正去用軍事力量去擴充我們的版圖 何時有呢?元朝,但元朝就不是中國人去執線的 成吉思汗那時,只不過我們是中國元朝是成吉思汗的其中一個版圖 從西方人來說不同,西方人來說,他們的英雄是甚麼? 歷山大帝、凱撒大帝、納賀倫這些 對他們追崇的英雄,英雄是甚麼? 我可以把他打打打打打打,因為我們的版圖成都很大 香港以前的版圖會大,很多時候那些愛族感化了那些愛族 他自然是來朝供的 那來朝供,其實為甚麼會來朝供呢? 有好處的 他拿些土產來,然後皇帝會審治給他 所以做了十號東西,拿回去 他們好處是來朝供的 所以大家知道,在明朝當時,鄭和夏西洋 鄭和夏西洋 我們當時的軍力、文化,甚麼都會比在西洋那些國家超越很多 如果你說在傳統西方的歷史來說 這些,夏西洋,西洋國家通通變成殖民地 但中國從來沒有這個想法 想都沒想過,我們要去侵佔他做過成民地 於是不然來到之後,只不過就說 我表揚天威,我們的天威在抗 有些甚麼奇心義寶,拿些回去 拿一隻長頸屋回去皇帝,你沒見過 有些這樣的事情 很高興禮 這次做了甚麼? 木輪政策 我就是開了鄭和夏西洋 當時他的船,從哥倫巴,哥倫巴,哥倫巴 去新大陸的船 大船只大佩 其實當時科技甚麼都會大很多 但是西方,不是說批評,這是事實歷史 西方就是有侵佔人的欲望歷史企圖 直到現在都是,你不對呢? 我會做甚麼? 我就用我的理論打你 打到你,要是你聽不如信我 不如駕駛了你,讓你不信了我 殺給你 中國從來不做這種事 為甚麼?孔子教諾 為政之道,近者越遠者來 就是我們現在能夠跟我們的鄰居 變四海之內街兄弟也 我們覺得,四海之內有些兄弟 你們要打甚麼? 兄弟沒有要打的 所以才會現在我們 我一直都和大家說 現在中國大陸搞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做甚麼? 就是做近者越遠者來 這個這樣 這個木輪政策 和西方的思維,西方的歷史自然不同 聽聽的這個說話 真真正正正影響了我們中國人的思維 二千多年,深日民生 從來我們都奉這個說話 和為貴,極高明而道,中容目論 盡者遙遠者來 這個是我們的貴高 所以這裡 其實這裡 引生一下這裡 在貴士第十目 是第一句 這裡引生一句 我們在貴士第十六的第一段 在貴士第十六的第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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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面 在外面 在其他地方 在中東 在碑州 在南美洲 那些人 不服你嗎? 那怎麼辦? 不是打人 不要打人 修民德以來之 你自己 你修你自己的德 以來之 吸引他來 你找你 你不需要去打他 故遠人不服 修民德以來之 修這個德 這個德 是什麼德? 我們在 《為政篇》第二句 第二句 第一句 《為政以德的德》 《為政篇》第一句 《為政以德》 譬如佛神居其 所以總之不總之 湘群就說 你為政呢 用德 那孔子就更加 講清楚一點 什麼德 文德 不是沒有德 不需要用道武 你修你的文 文德 文則彬彬 然後君子的文 修文德 以來之 人家不服你嗎? 是我自己做得不夠好 我將自己做得好好的 於是乎人家自然來佛 以來之 自然會來 我們在這裏 我不需要去打他 他人佛 令到他 我修文德以來之 要佛 既來之則 那次他來到 我說 我們大家不要緊 大家一起 Happy 大家一起 讓他很安樂 安頓他在這裏 這裏也是 近者越遠者來的一個基本概念 孔子教我們 我們要做為政 遠人不服 則修文德以來之 我們如果別人不服我們 我們覺得別人不聽我們 我們說 問題在我們 行友不得反仇諸己 於是乎人家不服我 當然我做得不好 我修好自己 於是乎知自然 那些人 其他人就來了 所以在聖唐 聖漢的時候 中國 是天朝大國 很多其他外族來進貢 萬國衣官拜免留 天朝大國 有天朝大國 開工電玩 那些人買面 那些人 那些人 那些人自然來 去朝拜我們 為什麼 修文德以來之 不是靠打的 是靠我們做好我們自己的 這也是孔子 有這樣的概念 也在他的時代 你知道孔子 就非常之 追從周文王 周武王 周文王 當時來講 就是能夠做到 修文德以來之 周文王修文德以來之 那時候 怎樣修法 他能夠修到 他能夠 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服事恩 這個我們看在 《泰伯治法》 《泰伯治法》 我們看修文德以來之 的德是怎樣 《泰伯治法》 第二十句 是顯版一頁 第二頁 有本人 叫人以 跟著他 三分天下 有其二 以服事恩 將之得 其可謂自得 也以以 修文德以來之 孔子 他追蹤的文德是誰 周文王的德 這個文德 你也可以這樣說 就是周文王的德 不是說武的 不是說打仗的 周文王 在當時 周文王 是雙朝的 周王的其中一個 國 的臣子 但是 當時來講 因為周文王 能夠收到他的德 於是 他三分天下 有其二 當時所有 天下的 三分之二的諸侯 全部歸順 去 周文王 但是 以服事恩 雙朝 周文王 依然 依然 去服事 雙朝 因爲 這個雙朝 周既達 其可謂自得 也意義 於是 周文王的德 真是 無可 比以 周文王 沒有去背叛到 雙朝 反而去到他的兒子 周武王 他覺得真是 頂不住 不可以再 這樣引受下來 所以才會去 所以去武王 佛州 因爲這樣 所以孔子 覺得周武王 真是讚嘆周文王 他對周武王的評語是什麼 我們看八日第三 第25句 只為朝 晉米以右盡善也 寂母 小 change 晉米以未盡善也 只為朝 昵武 Sing himalim 是甚麼 仁少 是甚麼 小就是sc 逮信的音樂 可這樣說 逮信 逮信的國歌 好嗎 唯 孔志讓音樂大家來的 聼 Duty 這首歌 廟不起 盡善盡美,盡善盡美,都在這裏出來的 很漂亮,但也非常善,整首歌沒有惡 沒有,是周寶王的國歌 盡美以盡善益,是呀,靚就靚,好啊 推回盡王,建立了周朝 好,未盡善也,但未盡善 為甚麼?依然他用了武力 反而孔子說,周知德可謂智德也意 周汶王,他爸爸,他真真真地智德也意 他沒有用武力 雖然你沒有王佛是好的,不是沒事 但依然不得善,為甚麼?我們只用了武力 所以中國人不喜歡用武力 孔子真是這樣,孔子不喜歡用武力 所以一直影響二千多年,孔子說 中國人不喜歡用武力 但是不用武力,會被人打 不是,你一定要有自己準備 你沒有說到你不准要準備 沒有說不去打 所以我們之前都說過 我們要觸食觸兵文訊之意 如果要去遺政的時候 這個就是在銀冤第十二的第七句 指控問政,又是講解政 觸食觸兵文訊之意,三樣東西最重要的 要給老百姓有得吃,然後要有兵 但兵不是要打人,是不要被人打 文訊之意,但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文藥商 從這裏,其實整本論語裡面 全面前前後後,都是回歸回 另一個同一個道理就是 我們要為政而得 如果你是為政而得 你能夠近者越遠者來 近者越遠者來,也等於為政而來 其越北神,其越所謂總聲總之 你自然而近者,遠者來 就等於北斗星那些 北斗星,坐著什麼都不動 那些星圍著客 所以整個朝前後都是同一回事 我們為政之道,就是我們要做好自己 每一句都可以引遍整本論語裡面都有牽連 你不要以為論語是隨便一句,一句是隨便 每一句都有牽連 然後,指下為舉負載 這句文靜 指下,無欲畜,無見小利 欲畜,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這句文靜 這句文靜 指下是孔子的一個學生 他有機會去舉負載 他去舉這個地方 做了他們的地方的領導人 去舉這個地方的特首 舉是齊國的一個城市 無望再舉 這個在台灣幾十年前 很喜歡說這句文靜 被天國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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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他只剩下一個,只剩下兩個城市 只剩下兩個城市 一個舉同積劃 躲在那裡,慢慢慢慢用 舉到當時這個很有名的地方 指下,當時來講 無望再舉這個指後 過幾百年才有 當時是一個普通的城市 指下就問孔子 為政 又是問他,為政之道應該怎樣做 老師 指下孔子教他 無欲畜,無見小利 欲畜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做事,不要求快 不要求少利,不要求少少少少少的利益 欲畜則不達,你越想快就越去不到 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這句說話 無欲畜,這個現在已經變成成語 但這句說話 坦白說,你的答案是非常有利 無欲畜,無見小利 無欲畜,做為政 不可以求急 不可以求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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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我們之前都說過 自大國 自大國 漁巴的小鮮 老子說的 在第八句 無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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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 gång 仍描要 stole 一步一步做 其也相對 但是陈子 專家 缺點 主富 又 és 第二 非常美 做一步一步做 在野 答答 實實 第二步 宣誉義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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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副之 副之 誉一步一步做 孔子說 九日用我這基義 三年有成 你用我有成就我了 孔子做我這三年才做 找一個階段性的目標給你 然後他說全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少成百二年 如果真正就好一線人 去做一個國家來做人 你真是要整個國家好嗎?一百年的 無欲速急不危險 很多東西是無得急 所以你千萬不要急 還有無見小利 就要看東西要看大的 不要看細的 大處著眼小處著手 為何會說這個欲速 見小利 乃事不成 這個現在變成語 為何紫夏會問一個這樣 他會這樣回答他 以論語去解論語 看看紫夏這個人是怎樣的 紫夏是孔子的大弟子 他的優點在哪裏呢? 我們看回先進第十一 第二句 後面那句 孔子 他們那些 孔子的學生 有一位有十字 十個好好理不起的學生 分了四個科目 德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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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 銀冤 敏子軒 染白牛做功 這是德杏 唯一的 第一的 言語 最懂得說話 他懂得去做外交 這個呢 就宰我 子貢 正是 正是呢 做為政打掌 做這個 就染有功勞 文學 就是 紫柔子下 紫柔子下 他的長處是文學 不是德杏 不是言語 不是正是 但是他的長處是 而我們也都看回 紫柔 他 孔子 一直來講 就很擔心他可能是鑽研文學 但是他使得他看的東西 看得比較小 所以 我們看回 在 雍雅第六 雍雅第六 第十一句 雍雅第六 上十一句 孔子 只為子下若 孔子下說 愚為君子 愚無為小人愚 你現在學愚家 愚家有君子愚而小人愚 君子愚可以講 什麼君子愚 就是大人的一個君子愚 愚家來講 格勿志 美yun 成衣 證身 收身 正好 齊骨 平reme 看下 收己 可以勉强地 這是一個小人 大人 君子 這個小人不是說 很壞人 只是格格小 只是格格小人 只能做到 誠意正心修身 這是可不可以好 再做修身 一定同時 人一自家以修身為本 就是修身為本 但是 你從修身之下 你能夠有一個 意識 可以做齊家 齊國平天下 這就是 君子余 君子余 無為小人余 你不可以只看小的 不看大的 從這裏看得到孔子 對於 紫夏的看法 對於 道德格格 尤其是 世見的 先進第十一 這裏看 又是在講紫夏的 他問這個 這個 紫夏呢 叫佈雙 子共問 師與雙 有屬年 這個孔子 子共問 我們兩個 師兄弟 師,師是誰 紫漿 雙 是紫夏 這兩位師兄弟 哪個好些 千進第十一 的第十五句 千進第十一 第十五句 師與雙有屬年 紫漿上 紫夏兩個 哪個好些 紫漾 師也過 雙也不及 紫漿 他就是火龍 紫夏呢 還沒倒 好 紫漿呢 他就想 想做很大的事 但是呢 他不是 原單止 時光平 還要過了 紫漿 我們看 在論語裡 紫漿那些核欄很大的 終於會找到大大的問題 其實 紫漿是拉到地 其實要拉到地 但是 雙也有 雙也有 不是 雙 紫夏呢 他就未到 他就真的 去一半就算了 那他就問 原則是魚 是不是 紫漿好一點 他大一點 過有不及 過同 都不好的 兩個 去發生什麼 真真正性 又不過有不及 是什麽 宗漿之道 所以 孫漿 就是宗漿之道 所以你看到 紫漿呢 他有個問題 就是他的格局 是西建真 在哪裏 譬如 看回紫漿自己說的話 紫漿自己說的話 就要看回紫漿第十九 第四句 這個 阿紫漿自己說的 他自己標榜 他說 雖小道 那裏有可觀者 就算小道 都有好 都有好 東西的多 你別以為是小 那裏 自願好 利子 以君子不為 所以 君子 好過無縣 不是那麽好 這裏 這個紫漿 主張 他情願 小小的 都有好處 對不對 不要說不對 但是 孔子告訴他 無見小利 所以 看回這裏 我們知道 紫漿的人 是孔子去 他的提平語 就是 他的格局小 所以 他給他做為證 那裏 我知道 雖小道哪裏 可觀者 你不要沉迷在小道那裏 不要說不好 但是 無見小利 為什麽是見小利 也大事不成 你一格局小 你就很容易變成 不是君子儒 你做了小人儒 孔子就是 無為小人儒 要為君子儒 無為小儒 所以 孔子 因為他才師教 所以他講的說話 每一句都會 有 他的時代背景 也都有 跟他對話的背景 我們知道之後 我們知道 怎樣去讀這本論語 很多人以為 論語句句句句一樣 不是的 不是句句一樣的 你要知道那個時代背景 所以說 以解經 以文字解經 以經解經 以事解經 到尾 你自己看完之後 用你的生命去解經 才是最真的 好 今天我們講到這裏 未講完 下次再講小夏的故事 小夏的故事 好嗎 我們繼續講 謝謝各位 請各位請 調順呼吸 調順心神 我們用最智慎的心 向大乘智慎師孔子 行事行禮 好 来生